现在要再讲另外一团 另外一团就叫做 没有神的那一团 叫做No God 为什么叫No God 因为他们觉得说 他们本来不太相信什么 有神会有什么的 可是只要如果一个东西 可以当成一个人的精神寄托 或者是信仰 比如说他们觉得他们的歌 可以让他们的粉丝喜欢的话 觉得是一种精神寄托 那他们很愿意成为他们的神 这是一个蛮酷的想法 他们把他们的歌迷叫做信仰 然后他们的Live演唱会 他们觉得是一个步道大会 就是传教大会 那这一部有专辑的名称呢 就叫做欠片 为什么叫欠片呢 欠片就像砖瓦 如果扫了一个碎片的话 可能就是说 你不了解这歌词的歌词意义 那这首歌对你来讲 就是缺了一点什么东西 所以我建议大家 如果听一些日本 韩国 或英文的歌曲 可以先了解它字面上的意义 然后再深深地体会一下 这个时候啊 No God 有亲笔签名的小卡要送了 在哪里 在这里 让你看一下 每个人打扮 视觉系就是视觉系 非常的不一样 你看 这像漫画人物耶 像漫画人物 哇 这个弄得很可爱 很有特色 哇 这个 真的他们都很像漫画人物啊 所以想要得到 他们的签名小卡的话 现在问你一个问题啊 请问No God 他们把他们的歌迷叫做什么 什么图啊 手机简讯输入5678 传送到8086 我们会把题目传给你 回传证据答案 就可以得到 他们的亲笔签名小卡哦 好 那现在我们就来先听一下 No God的一首歌叫做 少年与地图 ご覧ください By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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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